日军自1941年末,偷袭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断以后,数月间气势汹汹,无往不利,大有席卷南洋和整个东南亚之势,先后占领威克岛,香港,仙罗,菲律宾,马来亚和新加坡,矛头直指和属东印度群岛,及经印度尼西亚。 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爪哇,如果被征服,日本可以攫取东南亚丰富的石油,锡,香蕉等战略资源。 这些地方完全成为为战争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的大后方基地。 因此,日军势在必得,而盟军也绝不能放弃。 因此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三国的海军分别集中胜于在印度尼西亚的海军力量。 与美军海军联合,对抗日本即将到来的登陆作战行动。 兵力对比 盟军参战的四国海军,有重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三艘,驱逐舰九艘。 舰队总指挥,为荷兰少将卡尔杜尔曼。 日军参战的是第三舰队。 指挥官高牧武雄少将。 拥有重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十四艘。 日军出动的两艘的,庙高级重型巡洋舰。 其标准排水量提高到13000吨。 统一换装五门双连装203毫米主炮。 副炮六门127毫米高射炮。 装备水上飞机三架,16具610毫米鱼雷发射管。 最高航速为35.5节。 总体性能上,属于当时世界一流水平。 无可挑剔。 盟军的巡洋舰,也不可以说没有丝毫的亮点。 荷兰帝国海军最后余光。 德鲁伊特号、爪哇号于1937年从荷兰来到印度尼西亚住房。 满载排水量为7822吨。 舰上装备三座双连装和一座单连装150毫米50倍径舰炮。 部署水上飞机为两架。 英国重巡洋舰埃克赛特号。 满载排水量10410吨。 参与过1939年拉普拉塔河口海战, 与德国海军斯佩伯爵海军上将号战列舰交手过。 但受到重创,重新维修完毕后, 被英国派往亚洲东南亚海域住房。 战舰装备的主炮, 有三座双连装203毫米舰炮。 四座双连装101.6毫米高频两用炮。 两座三连装21英寸, 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美国重巡洋舰修斯顿号。 满载11602吨。 主炮三座三连装203毫米舰载炮。 副炮四座双连装127毫米舰载炮。 最高时速32.5节。 澳大利亚海军轻巡洋舰珀斯号。 同样也是当时澳大利亚海军主力新型战舰之一。 标准排水量6830吨。 最大航速31.7节。 装备四座双连装152毫米主炮。 四座双连装102毫米副炮。 两座四连装533毫米鱼雷发射管。 盟军实力不弱, 最大的问题在于。 军舰没有统一的指挥。 盟军的军舰分属四个国家。 各方面都有巨大的不同。 甚至基本设计理念都存在区别。 有的侧重炮击, 有的侧重鱼雷攻击。 有的则根本不能和主力舰对抗。 只是用于侦察、布雷之类。 他们从来没有一同训练或者演习过。 现在想要混在一起海战。 难度极大。 日本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他们训练有素, 只会得力。 海战过程。 1942年2月。 日军组成东西两路进攻部队和围爪哇。 西路部队由56艘运输舰组成。 得到一艘航母、 三艘巡洋舰和20艘驱逐舰掩护。 东路部队包括40艘运输舰。 4艘巡洋舰和14艘驱逐舰。 杀气腾腾扑向爪哇。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 驱爪哇的美、 印、 和、 奥四国盟军组成了一支盟军舰队准备抗击。 2月26日傍晚, 盟军舰队在荷兰海军少将卡雷尔多尔曼率领下驶离四水港。 首先驱迎机力量相对薄弱的东路敌军。 盟军14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在黄昏的紫色木矮中高速行驶在爪哇海上。 景象十分壮观。 三艘英国驱逐舰并排在前引导。 紧跟着是多尔曼的旗舰、荷兰巡洋舰的鲁伊特号。 其后四艘巡洋舰编程纵对依次跟进。 英国的埃克塞特号、美国的休斯敦号、澳大利亚的百思号和荷兰的爪哇号。 主力两侧由六艘驱逐舰禀护。 两艘荷兰的、四艘美国的。 总共有五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 力量非常强大。 在战前的宣传下,这些官兵们坚信能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然而实际上,这支临时拼凑的舰队分属四国。 从未在一起进行过联合作战训练。 磨合度不足,战斗力大打折扣。 而且还有一个致命弱点。 整个舰队没有一架水上侦察机。 除目视观察外无法进行空中侦察。 即使在这个不利局面下, 盟军只有奋力一搏,才有可能扭转不利战局。 打破日军的企图。 盟军舰队在爪哇海上航行了一天。 早有充分准备的日军,早已通过水上侦察机获知了舰队航向。 2月27日下午4点。 日军静静地等到了盟军舰队。 日军摆好阵型,首先发现盟军舰队并抢先开炮。 在遭受第一轮炮击后,多尔曼立即下令还击。 在战斗中,东陆舰队司令高牧五熊少将率领两艘重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高速前进。 试图穿到盟军舰队前方。 这就是替自行迂回。 采用这种古老的战术。 高牧可以用全部闲侧火力射击。 而对方只能用前炮还击。 多尔曼没有上当,指挥舰队急转。 于是双方几乎平行向西行驶。 各自用闲侧炮火对射。 盟军由于从未进行过联合训练。 射击指挥很不协调。 此时只能各自违战。 导致火力分散。 而日军训练有素。 动作划一,舰只虽少但火力集中。 开战十分钟后,日军驱逐舰忽然突然。 进行了二轮凶狠的鱼雷攻击。 日军驱逐舰突然共发射了92枚93式氧气鱼雷。 93式氧气鱼雷被称为长矛。 射程远,速度快,威力大。 是非常可怕的水下武器。 鱼雷行速高达40多节。 装药量为400多公斤。 只要一发击中,就可以重创大型军舰。 当时,西方的鱼雷都没有93式先进。 荷兰驱逐舰科顿纳尔号和英国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躲避不及。 迅速重雷沉没。 紧接着,高木的纳志号与黑号重巡洋舰。 先集中火力重创英国重巡洋舰埃克赛特号。 迫使其退出战斗,在一艘荷兰驱逐舰护航下返回似水港。 随后,日舰再将全部火力转向多尔曼的旗舰德鲁伊特号。 将其击伤。 战斗已经进行到白热化阶段。 日舰越逼越近,多尔曼的旗舰渐渐不支。 这时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率四艘美国驱逐舰,奋勇向前掩护旗舰。 他们冒着猛烈的炮火,进逼至100000码距离。 用鱼雷驱散了弑军队形。 高木避开鱼雷后开始释放夜幕。 下令暂停战斗,准备夜战。 而多尔曼损失了两艘驱逐舰。 另有一艘巡洋舰被重创。 也无心恋战,也停止了射击。 多尔曼停止战斗以后, 一直沿海岸盲目搜索着可能出现的日本运输舰直到天黑。 9点25分,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照亮了海面。 原来殿后的荷兰驱逐舰水星号, 雾中了荷兰人自己释放的水雷。 在一阵剧烈的爆炸后,水星号无可奈何地没入水中。 而最为不幸的是,爆炸的巨大光量使高木的侦察机发现了盟军舰队。 多尔曼随后率齐于舰支,继续在黑夜中前进。 晚上11点左右,忽然间夜空被照得如同白昼。 原来是在上空盘旋的日军侦察机投下了照明弹。 在前方静静等待的日本舰队面前。 多尔曼的舰队暴露无疑。 但盟军舰队反应也很快。 德鲁伊特号、休斯敦号、帕斯号和转挖号迅速开火。 双方打成一团。 一时间硝烟弥漫。 水柱腾飞。 接着,随着照明弹熄灭,盟军失去了目标。 只能停止射击。 这场短促的炮战就这样结束了。 接下去是此一般的寂静。 日军再次发射大量鱼雷。 夜间无法看到海中的鱼雷轨迹。 盟军军舰更难躲避。 而此时, 重计的多尔曼还一无所知。 还在命令舰队搜索前方敌舰。 忽然,只听一声声山崩地裂的巨响。 树枚鱼雷击中德鲁伊特号中部和尾部。 舰体迅速断裂急速下沉。 多尔曼将军随着三百余水兵一同被海水吞没。 无一幸免。 不得不提的是, 多尔曼将军在最后时刻, 忠实地履行了作为一个舰队司令的职责, 和捍卫了一个海军军任的荣誉。 他发出的最后信号, 是让剩下的两艘巡洋舰赶紧撤离。 不要再来搭救自己和落水的士兵。 爪哇海战杜尔曼指挥平平。 至少维护了荷兰军任的荣誉。 战后, 荷兰海军追授杜尔曼为上将军衔。 几分钟后爪哇号也中了数枚鱼雷。 名副其实地为了保卫爪哇, 而沉没于爪哇海上。 其舰已经沉没, 舰队司令阵亡。 其余军舰全部惊慌失措。 群龙无首, 开始四散逃窜。 整个作战, 日本海军发射了188枚鱼雷。 如果双方舰支完全用舰炮对射的话, 那么日本人绝对不会赢得这么轻松。 交火中盟军舰船虽然多次重弹, 但绝大多数都不是致命的伤害。 93是鱼雷, 如果在距目标5000米的距离上发射 能达到46节的最大速度。 离目标只需三分钟的航程。 加上扇形多枚发射技术。 对手就是要躲避也变得十分困难。 之后剩下的盟军军舰 在逃亡澳大利亚途中。 塔斯号、休斯顿号先后被击沉。 最终只有四艘美国驱逐舰 安全到达澳大利亚。 日军以微小的损失, 赢得了这场战役的全面胜利。 海战影响 爪哇海海战是人类历史上 1916年是德兰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 纯水面舰艇之间的大战。 此战中, 由西方国家和美、 英和澳四国舰支组成的 强大联合舰队, 在此战大败。 两艘巡洋舰、三艘驱逐舰被击沉。 2300人阵亡。 而日本方面, 则仅有一艘驱逐舰受损。 36人阵亡。 这样的损失比简直令人瞠目结舌。 完全可以说战过惊人。 从战术上看, 爪哇海海战尽管只是一次传统的水面舰之间的炮战和鱼雷战, 但航空兵的巨大作用也开始展露头角。 日军不多的, 其架水上侦察机虽未直接投弹参战, 也对战局起了重大影响。 为日军的胜利立下了汉马功劳。 在航母开始成为主流的时刻, 再次印证了空中力量的重要性。 这场极具战略意义的决定性海战以后, 盟国在爪哇岛上的抵抗孤立无援。 日军登陆以后, 3月8日, 荷兰总督投降, 日军占领了全岛。 至此日本完全控制了富饶的东南亚。